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想咱们学到这里啊,对大数据的一些技术啊,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说统计一个平均值啊,统计一个总量啊,咱现在都没有问题了,可是大数据的价值可不仅仅于此,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包括我们的流水线,包括我们的MapsReduce,发现更有价值的数据。 我这个价更有价值值,更有商用价值,那现在呢,我们就假设,我要给麦子学员做这么一件事,当你,比如说一个新学员来了,他选了一两门课之后,我能通过我麦子学员几十万学员的已有数据,给他再推荐两门课,这个价值就大了,如果从商家角来讲,从麦子学员角来讲, 这促进了学员们的消费,对不对,多卖,可以多卖他给他几门课,从学生角度来讲,他可以在你这里,得到一个更好的服务,因为他就可以根据你已有的数据,他找到一些,他原来可能都不知道,很适合自己的课,咱们通过已有的数据,给到他。 那这种东西怎么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你上淘宝,淘宝给你推荐一些商品,对不对,而且你看每个人推荐给你东西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你以前你常买化妆品,那推荐给你就是一些类似的化妆品的东西,如果你说你常买一些这个电子商品,或者摄影器材之类的,他就给你推荐这种类似的东西出来,对不对, 我们就想要这种效果怎么做,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这还是我们那个学生选课的数据,那其实大家选的课啊,那我,我,我这里是只,只看这个课程的名字啊,投影了一下,那有的人选芒果DB和Java,有的人是芒果DB,Java,C++,对不对,那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选,选Java跟C++,还要只选芒果DB的, 这个数据是很杂乐武装的,他不会说给你一个明显的一个规律,我每个人只选三门课,没有这种事,对不对,那我们啊,我说一下我大概的思路,这是把我以前做过一个产品的这个类似的一个算法,我把它花解了,就是咱们可以比较简单的,就有个十几行代码,那么它搞定的一个小算法,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比如说有人选了, ABC三门课,有人选了,比如说,ABD三门课,有人可能选了AC三门课,有人选了AB三门课,对不对,那,当,有一个同学,新进来的,他只选了AB的时候,那我们就基于已有数据,给他一个推荐,怎么推荐呢,我们就看, 他已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数据里边,每一个学生,他跟我们这个AB有多match,就看我们这两个交集,那这个呢,就是ABC跟AB,那他的match分就是1,对不对,是不是,他匹配了,那我就把这个C给他加一分,那这个也是一样啊,D也加了一分,那这个呢,因为一半买,他只选了A,对不对, 那他就0.5C,那这个AB是多match,但是因为,他没有文外的课推荐了,所以这个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统计,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算法, 当然我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对他还有一个小优化,因为比如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可能选了,ABC,RDE,那么一直到Z,在C1,Z2,他可能选了,比如200门课,那他的这个推荐效果就要打折扣,对不对,那AB是match了, 但是你后面你又都有这么多课,那他也是一个人一个贡献,其实这有点Google的算法,就有出入度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一个页面,或者一个人,你能贡献出来的这个分数, 你要被稀释掉,你不能说因为你提供了这么多东西,我都给你算一分,那不行,那他这个C呢,就要打折后,他要除以这个,本来不是一分吗,除以一个总量,你选多少文科,除个总量,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算法,好,那看看怎么做啊,那我这里呢,我使用一个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函数式变成,因为我们不是用JS来做的吗,对不对,JavaScript,JavaScript其实是一个,可以使用函数式变成的这么一个,一个语言, 大家知道同学们可能很多是学这种OO过来的,可能就,啊,函数式怎么那么别扭啊,但我,大家可以先看我这个脚本, 我觉得如果你习惯之后啊,这种函数式变成,可以极大的减少你的这个Bug数量,而且呢,当你熟悉之后,这种代码是非常易读的, 好,我第一步,我先把每个学生的这个课程的名字给挑出来, 因为本来我这个课程的名字不是个,课程不是个复杂结构吗,对不对,这个Cost, 这Cost它是一个,是一个数组,里面是一个对象,对不对,我要把里边这个Name给挑出来, 比如这个Name是A,然后它有些别的字段,那下一个Name比如是B, 然后它可能还有些,比如我们那个Core子什么的,然后最后结果是,只有这个课程的名字, 比如这样的结果怎么做,就这么一点代码,使用这个Map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Cost是个Array,对不对,Array.Map,然后它会把每一个元素, 传到这个小方格室,就是内嵌那个方格室,它是一个callback方格室, 它会把这个数组的每一个元素作为参数,就是每一个单根的Cost, 比如你速度里来有五门课,那它就会自动调这个方法五次, 把一二三四五这五门课都依次传进来, 然后我就把每一门课的CostName,给Return出去,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五次调用的,就等于有五个Return的值嘛,对吧, 给收集到一起,那五个CostName就会形成这个新的一个结果, 于是这个结果呢,这个CostName,它就会是你那五门课Name,就只有名字了, 就等于我把数据做一个小的过滤,然后我还同样是通过一个function的一个类似的方式, 我把,就是刚才不提到了吗,你可能这个学生新进来, 他只选了AB两门课,那可能已有数据,它是ABCDE五门课, 那我要需要AB跟这个ABCDE做一个交集,就是IntersectionNames, 好,那我就把这个CostName,就是我们从这个当前这个学生拿到这个ABCDE这五门课, 它filter一下,filter什么概念呢,就是符合啊, 它也是跟刚才那个MAP一样,掉这个内嵌函数,你五门课就五次, 然后后面会接一个条件,这个Return,这是一个条件, 就看一看你这个有符合条件的,就ReturnTru嘛, 对不对,那它这个就作为结果给你收纳起来, 如果不符合条件,就不作为那结果, 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Parameter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 这是作为我整个MapReduce的一个参数传进来的, 它在哪呢,它没有在我这个MapFunction里啊, 它不是作为,不是作为参数给MapFunction的, 它是在这儿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原来不是这个query回吗,对不对, 我这query是这个Cost等于Tru的, 那这个Alt大家也回了,这个Scope是新的,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参数,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这么一个元素, 传给MapFunction就是这两个方式, 那我现在呢,传递来一个数组啊, 叫Parameters,冒号,一个数组啊, 芒果DB,那我呢,就把这个, 每一个传递来的课程名字, 到这个Parameters去找一下, 就Index,就看你这个CName, 在我这个传递来的参数有没有, 如果有,它就会给你一个第几个, 如果没有,它是复义, 如果不等于复义,就代表它有,对不对, 如果有,就不等于复义, 这个就是处,那这个名字就会被, 放到我这个结果级里, 比如说你如果说你那个Parameters是AB, 然后你那个这个人是ABC, 那这个最后呢,这个A和B会放进来, 因为C,这个值就会等于负一, 这就会是false,那C就不会放进来, 那于是我有了交集的这个一个数组, 我用同样的做法, 我再把, 其实交集的这个反集了, 就是说补集了会儿的, 就是说你这个不一样的名字, 就是等于东西, 没找到的, 我再把它也放到一个数组里, 这是交集,这是不交的, 就好像说, 你们两个集合, 刚才我把这个交集拿到了, 今天我是算这个不交的这个, 那我现在完成了一个数据的准备, 那我现在就要做一个事, 因为我这个Map不是要做这个, 我要把数据给发射出去, 然后让你在这个发射出去的数据, 在桌上有什么, 我怎么发射这个数据呢, 我在不一样的名字中,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说我比如说你参数是AB, 然后你那个某一个人是ABCDE, 那我就要把CDE, 对不对, 写办法推荐给他, 是不是, 那我就在不相交的名字里边, 每一个名字, 对于每一个名字, 我把它发射出去, 它的Key就是它的课程名字, 但是呢, 这个分值, 其实如果这个算法简单, 这里直接放1, 之后你统计就也可以, 但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差, 那我现在这么做, 那我就是把交集, 里边有多少个, 这个LUS, 这个数度6, 有多少个元素, 和它总的长度, 比如这人可能选了, 五门课, 交集是2, 那这个里边就是0.4, 这个整个这个值是0.4, 就代表它的一个分值, 如果这个门, 这个人他只选了三门课, 交集也是2的话, 那他就是0.667, 对吧, 就这样的一个数, 是不是, 那代表就是说, 如果他课少选的少, 匹配, 又都是匹配两个的话, 那他这个推荐性就比较强, 是不是, 他就更有发言权, 他就更有作用在这个推荐中, 好, 那我呢, 最后这个结果, 其实这个Map做完了之后呢, 那我可能就是, 对于我们真实数据, 比如说是Mongo, 可能有的人是0.6分, 比如说什么Java, 有的人可能推荐0.3分, 对吧, 反正就是会, 他会有这个C++, 0.5分, 可能又, 又Mongo, 对不对, MongoDB, 可能0.1分, 就会是, 进攻Map这个方法之后呢, 他就会有, 有这样的一套数据出来, 然后我们reduce方法, 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就把刚才那个数据, 根据不同的key, 你MongoDB, 就MongoDB统计, 然后, 那个比如说Java, 一个Java统计, 那做一个总和, 就把这个分数加到一起, 但我们也要采用, 那个一个比较老套的, 就是说你写个Fall loop, 然后把那个每个值都加起来, 我还是采用这个, 还是变成了这么一个做法, 就Values, reduce, 他就reduce有什么概念, 其实跟我们这个, 这个音阵法不也叫reduce吗, 有异曲同工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有, 0.1, 0.2, 0.3, 对不对,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做一个reduce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 从后面也可以从前面, 我从前面容易看一点, 从0.1开始, 那我这个, 已有的值一看是0, 一看这个P是0, 那我就, P加0.1, 现在这个P等于, 0加0.1, 现在P就是等于0.1了,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是有0.2和0.3, 然后我再把这, 再拿出一个值来, 往上加上去, 那P就等于, 0.1加0.2, 然后变成0.3, 就是我这个数组, 是不断的reduce的, 然后我不断拿出值来, 往这个里放, 然后加到已有的, 这个preverse这个value里去, 这个kern就是我, 每次我拿出的一个值, 最后呢, 我就可以统计出, 这个数组的总和是多少, 我就可以把, 一些课程给推荐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 根据你, 我们已有的数据, 再根据, 你传递来这个参数, 就比如说今天有个人, 只选了芒果DB, 我们推荐给他什么, 我们跑一下看看, 好, 这个结果集啊, 就可以看到啊, 如果他只选了芒果DB, 我通过一有数据, 我给他推荐两门客, 但两门客的分值不同, 一个是4++, 一个是Java, Java更高, 当然大家你可以在你的, 这个应用那个层段, 你就把这个按这个分值排下去, 把最高的, 选这么一个两个, 推荐给他, 那客户就觉得, 啊好受用, 我就是想学Java, 你推荐给我了, 对不对, 这个其实这么做应用, 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一个别的东西, 现在我们学, 他有两门客, 你不推荐给我Java, Java我也选了, 这时候的推荐给他谁呢, 大家也看到, 这时候就推荐给他C++了, 因为你有两门客, 我得到匹配intersection的, 这个就是命中率就会更高, 那我给他这个分值就更高, 对不对, 实际上有1.1分, 刚才那个Java只有这个, 零点几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做的时候, 也可以设一个预值, 如果分数低于这个预值的话, 我们就不推荐给他, 因为给他推荐一些特别傻的课, 让他觉得, 哇, 你给我推荐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都是实战中的一些技巧, 对吧, 其实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EUO数据, 我这个推荐其实还是有些意义的, 就是说, 如果你真正做一个这种, 打醒了商城, 或者说你做一些, 我像我们麦子学院这种, 线上的教育, 这种推荐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个是使用我们Mapreduce, 提供的这个非常灵活的, 你也不用写太多代码, 就可以把它做到的这么一个满智能的, 又是基于我们大数据的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给他做一个产品的推荐, 那我给大家留了一个座椅, 因为这是我们用Mapreduce做, 其实用我们前一节学的那个流水线, 那个Aggregate, 也一样可以做的, 而且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可以用那个流水线, 关于数组的那几个命令, 虽然我没有讲, 但建议大家可以自学一下, 就是用那个Array的那个, Intersection的那些东西, 也可以做到, 效果也不错, 好, 那我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